教会孩子一生快乐的秘诀 沙拉三部曲第二部 沙拉和赛斯奇遇记 第29章 这一天的校园生活显得特别漫长 最后一遍铃声响起的时候 沙拉高兴极了 她在旗杆旁等了赛斯几分钟 希望她能出现 不过等着等着 她确信赛斯肯定是不会来了 于是沙拉自己去了树屋 等她发现赛斯不在那的时候 她先是感到难过 然后对赛斯爸爸不许她去树屋 感到十分愤怒 接着想到自己正在非法闯入私人领地 沙拉又觉得心里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非法闯入 多可怕的词啊 沙拉高兴地看见索罗门正气在树屋平台上等着她 下午好 沙拉 有机会聊聊天 可真让人高兴 的确是的 索罗门 但你不觉得我非法闯入 会惹麻烦吗 那可真是个吓人的词 它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太糟了 索罗门 说真的 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听起来很可怕 我知道那就是说 我不应该到那儿去 你认为我们会惹上麻烦吗 嗯 沙拉 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 我在这些树上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从来没有因为非法闯入而惹上过麻烦 沙拉笑了起来 哦 不过 索罗门 你是只猫头鹰 人们希望在树上看到你呀 可是这棵树属于我的理由 并不比属于你的理由更多 沙拉 说的专业一点 鸟或者猫或者松鼠 实际上 成千上百种 栖息在这棵树上的动物 从现在开始都可以被称作是 非法闯入者 沙拉大笑了起来 对 我想是这样的 威尔森霍姆先生 并不介意和这些动物们 分享它那些美丽的树 沙拉 我猜想 如果它知道 你在它的树上是多么自由自在 而且你也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 不会闯祸 那么 它也就不会介意 你在它的树上消磨一些时光了 沙拉感到全身暖融融的 这一整天 它都觉得糟糕透了 现在沙拉第一次感到了轻松 真的吗 索罗门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沙拉 威尔森霍姆先生 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他也并不打算自私地独霸这棵树 事实上 我相信 如果他了解你对这棵美丽的老树 有怎样的感觉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想他只不过是在担心 有可能发生的灾祸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怎样的值得信赖 不知道你在树上是多么应付自如 他担心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 继而 这种因为想象而给他带来的恐惧感觉 比起实际发生的灾祸 要可怕得多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嗯 沙拉 如果我是你的话 今晚回家后 我会好好地想一想 这棵老树是多么奇妙可爱 想一想自己在这棵树上的感觉 是多么美好 我会把我最喜欢的关于这棵树的事情 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回忆一下你和赛斯在这棵树上 所得到的快乐 再一次体会那些最精彩的部分 一遍一遍地在脑海里回味 直到心里充满着对这棵树的美好的感觉 然后我相信吸引定律会帮助你的 那好 但是吸引定律会做些什么呢 它可以去做许多事情 不过事先你却无法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你肯定是知道的 那就是如果你感觉美好 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会感觉美好的 好吧索罗门 我会去做的 把我喜欢的 有关这棵树的事情列出来 可不是个难事 我喜欢这棵树 我非常喜欢这棵树 索罗门微笑着 你确实喜欢 确实喜欢 那天晚上 莎拉躺在床上 想着他那棵奇妙可爱的树 他想起当赛斯第一次 向他展示树屋的时候 他是如何激动地浑身颤抖 他想起自己紧紧抓住赛斯 拴在那棵大树枝上的绳子 颤悠悠地跃出发射平台 他想起第一次看到赛斯 跳离绳圈 跌倒在灌木丛里的情景 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他还想起和赛斯 索罗门在那聊天时 度过的许多美好时光 伴随着这些美好的回忆 莎拉进入了梦乡 是的 MING PAO TORONTO